日本股市2023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收盘呈现小跌 但是全年大涨28.2% 堪称10年来最好的年度表现 2023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热金平均指数收报33464点 跌0.22% 但是今年平均上升28.2% 是热金指数两年来第一次出现年度上升局面 东京证券交易所早前罕见的呼吁提高资本效率后 东京指数在11月创下了33年历史新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